讀書不是最重要的,就是研究的興趣 例如我們要針對我們有興趣的題目,寫了一個提案,就是有六頁 你寫完提案後,你寫了提案,你對它有興趣,你要想一個問題,然後自己想怎樣去做 這個已經不容易了,之後我覺得最重要的是,因為你對它有興趣,你才會了解得多 然後在訪問的部分,因為這個訪問是非常研究的訪問 他們會找一些相關的教授問回你的問題,所以他們都會針對你的題目,問得很仔細 如果你不夠了解,或者基本上不是真的有興趣,你是很難去解答到訪問的問題 他們會問我很多關於,如果你遇到這個問題,你會怎樣面對 之後你怎樣再解決,很多需要你看到很多關於這個題目的 甚至你自己再思考這個題目的未來發展,很多東西你才可以在訪問中回答到 還有你還要提出你的提案給別人聽 我覺得做研究的話,對我來說,能力都需要,但對我來說,我覺得興趣是第一 因為有興趣,我覺得可以培養到你的能力,而不是能力先 你想我做到這個,所以我去做,對我不是這樣,我是因為有興趣,我才去做 但是我猜可能是因為我去年寫了一篇文,解決了一個conjecture 這個conjecture不是一個很大的conjecture,但是我們這個領域裏面 其中一個可能有少少人會關心的conjecture 另外可能就是我在提案中,我寫著是跟一個很厲害的教授 他是Field Man Medalist 我想可能你們有些人有聽過他的名字,他叫Terence Town 所以我覺得是因為他們是看到我在提案中寫著是跟著他,所以就加多一些領域給我 我覺得我很同意剛才Consens 說的就是你要很有興趣對這個領域,因為我覺得這個領域其實很重要 因為其實我覺得我那時候interview,我不是說說得特別好,他真的會找一個在我Field的Professor去問你一些,就是針對你的領域去問問題 所以其實我覺得我那時候都有些位置是打得不太好,也有些緊張,或者是口窄窄的問題 但是我覺得這個Proposal是寫得仔細,寫得深思宿淚想過是很重要的,因為他們真的會,至少那個Professor 他真的會很仔細地問你Proposal裡面,每一個位置為何你要這樣做呢? 譬如當時我說要用這個模特兒,他就問我為何你要用這個模特兒,為何不要用另一個模特兒 我記得當時我有答案,因為這個模特兒我有用過,我有經驗,我知道很多人都是這樣做 他就說,所以純粹是因為你用過你就用的了 其實我當時真的有給他問了一些不知如何反應 所以我的指示就是你真的要很清楚你的Proposal裡面,你會寫一個Mathathology 或者說你想這樣做的時候,你就一定要有一個原因後面去支撐你為何要這樣做 所以我覺得要做到這個效果,你就必須要對這個科目有興趣才會想到這麼周長的自小 對,一來就是你要清楚你自己的Field做了什麼,你清楚你自己的Research Direction 做了什麼 Research Direction 是不是一個Promising 就是你是不是可以在未來你Fellowship 那個Period可以Accomplish 到,這個很重要